大家好,我是洋醫師 那今天想跟大家介紹 肥胖體質的第三種類型 脾虛彈絲型 脾虛彈絲指的是 因為消化功能比較虛弱 沒有辦法把我吃進來的食物 水分分解代謝掉 那這些營養物質 還有多餘的水分 就會變成濕血囤積在身體裡面 慢慢就會導致肥胖的發生 那這一種類型在 飲食不規律的女生 非常的常見 其他像是 長時間坐辦公桌 長時間站立不動 或是平常缺少運動的人 也都是高風險血 那脾虛彈絲型的人 一般來說水分的代謝會比較差一點點 所以普遍會有水腫的情況 早晚體重的變化會比較大一些些 所以有時候會產生一種 連喝水都會胖的錯覺 那這些人的 肚子的大腿的肌肉 一般摸起來都是鬆鬆軟軟的 平常可能吃的並不是非常的多 稍微多吃一點 也會容易出現胃腸脹氣的情況 甚至嚴重一點的 在皮膚會有一些反覆性的濕疹 那如果想要減重的話 皮虛彈絲型的人 相對於其他的四種類型 在吃東西的部分要更加的小心控制 但是要注意的是絕對不可以刻意減少喝水量 或是用不吃東西來減重 因為這樣子會讓你皮胃的功能更加的虛弱 反而更難減重成功 那基本上只要遵照以下幾個原則 就是吃東西的時候記得吃六七分飽 那喝水要一點一點慢慢的補充 平常要免離三大類型的食物 甜品、冰品還有高鹽的食物 這些食物都會增加皮胃功能的一個負擔 那在減重的初晴也會建議要搭配 比較溫和輕度的一些運動 像是快走、騎腳踏車15到20分鐘 來增加減重的效果 如果你已經發現有水腫的問題 可以吃一點紅豆、藝人、蓮子 來達到健平趨勢的效果 中藥的話也有像成瓶、乎鈴這類的藥材 來幫助體質上的調整 最後如果你有來看一堂看減重的話 也會建議可以下載APP 裡面會有你體質相關的一個紀錄 還有就是一些減重方面的小提醒 都可以在上面做查詢